这一年对于柯四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他出狱了他又结婚了 人生这个新的开始铺展在他的面前 不过他仍然忘不了他的老本行就是抗议 这一次他选择帮一名前华行的空姐来申冤 他也不会言 这是准备为下一届的立委选举来铺路 不过话锋一转他又说 他不敢让他的老婆大人知道 因为担心老婆吃醋会闹婚便 马英九号完了 柯四海回来了 招牌动作跟口号都没变 不同的是柯董时时刻刻把老婆大人挂在嘴上 柯四海不出抗议这条路还准备选立委 这些老婆大人都不知情 尤其第一个早上门的委托人是华行前空姐 柯四海很担心闹婚便 我站在这里好紧张 鼻鼻抓你看手都发抖 所以老婆大人不知道是不是 不晓得 我会去知道会被离婚 当事人刘小姐在网路上找上柯四海帮他成情 原来自己在五年前未婚生女 不想要女儿一出生就没有爸爸 于是透过朋友介绍 和大陆的一名餐厅老板结婚 却被检察官当作假结婚 真打工 地院一审判她十个月有期徒刑 刘小姐身泪俱下喊冤 我觉得我女儿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 她没有爸爸 她从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了 我的动机我就是要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这样的情形 结果法院居然还这样判决我 我真的觉得这台湾的法律是 到底是问题发生在哪里是怎么样了 柯四海付出接下的第一个陈情案 噱头十足 之后还会出什么怪招 也考验着老婆大人的包容力 中立新闻临时宏 许少平